他們看到德國也很慢 看到美國也很慢 他們忘記中國很快 所以他沒有想到中國這麼快 一出就是王炸 一出就王炸 中國的所有汽車 已經在一個最嚴酷殺戮戰場 已經競爭十幾二十年了 就是中國汽車市場 已經勝出了 現在一出江湖 馬上就一統江湖 美國現在呢 現在極力打壓中國大陸 但很多領域其實呢 中國大陸都已經彎到或換到超車 比如說這一次呢 就是慕尼黑車展 另外再來看到 其實呢為什麼驚豔全世界 慕尼黑車展超過四成來自亞洲 而且中國大陸數量比 前年也多了一倍 比亞迪啦 蔚來 小鵬等等 都進軍到歐洲了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呢 我想問一下大使 因為呢 汽車德國企業產業大專家 他說呢 有了在德國設廠的 中國大陸電池商的一個幫忙 會幫助德國降低 製造電動車的相關的成本 所以呢德國也必須要 跟中國大陸合作 所以德國首相說 大家不要懷憂上志 還有機會 我給你們一千億美歐元 你們自己好好幹 可是問題有兩個大問題 你知道 現在德國的汽車廠商 他們 他們沒辦法 沒辦法克服 第一個 就是歐洲的車子的售價 尤其德國的這個電動車售價 它平均的這個售價是 五萬六千歐元 那麼中國的這個電動車 平均售價是 三萬兩千歐元 中間差了 兩萬四千塊歐元 這個gap 德國車做不下來 為什麼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車 在它的性價比來講 而且它 倍於一般評價 中上的汽車 中國大陸是沒有對手的 德國車沒有在做這一塊的 德國你只要 你在台灣買德國的電動車 我跟你講 十萬美金起跳 每一輛都十萬美金 你中國大陸的車子會賣 在台灣如果說是比亞迪的話 兩萬美金可以起跳 你看在台灣就可以差五倍 而且比亞迪 他今年有一個目標 他要做 從十萬人民幣 到一百萬人民幣的車 達到全車系 你現在德國做電動車 他出來只能打高價位市場 對 這是他永遠沒有辦法 他現在很頭痛 對 他沒有辦法 所以B&W Mercedes Benz 跟這個中國長城 已經開始合作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一款車叫Mini 然後他要用這款車 回銷歐洲市場 因為歐洲也不是所有人都在開 Mercedes Benz跟B&W 跟OPPO 歐洲也沒有 歐洲有很多車子 事實上 德國是沒有打入到 那個價位的領域的 那這個價位領域的話 如果中國車進來的話 中國車全拿 所以這個德國汽車業 是很緊張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德中國的車子 到目前為止 還可以繼續 把成本往下降 那德國車子成本降不下來 那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中國電動車 現在已經是世界牛耳 有一個證明 瑞士銀行 在今年已經把 這個比亞迪的有一款車 叫海豚 他已經拆解 做了全盤的研究 他已經做了全盤的研究 他做了很多結論 是讓德國車廠 非常挫折 覺得前途暗淡 中間光一點 他們講這個瑞銀 瑞士的 Swiss Credit 他做了 他做了這個研究以後 他把那個 把那個海豚 不是海豚 這個比亞迪全拆 做了一個非常機密的專業報告 他最後結論說 他說 這個比亞迪這款車 他在中國做 跟在歐洲做 同樣一款車 他說結構性成本相差35% 也就是說德國就把那個車全部拿到歐洲來生產的話 他就要平均要貴35% 他都叫結構性成本 所有的東西加起來都是成本 人工環境所有的加起來35% 德國跨不 德國就跨不出這個這條線 那德國的汽車工業不是他的協會講說 很感謝中國在電池上面 給他們協助 你知道 電池 德國車大部分用誰的電池 中國的電池 寧德時代 德國有用自己電池嗎 我跟你講不只德國的電動車 用中國的電池 那基本上他性能逃不出現在中國大陸 一般給予車輛的電動車的電池的性能 也就是差不多500公里 然後你充電 你充電要相當長的時間 對不對 雖然有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可是在目前就是這個行情 就是這個技術完全抓在中國的時候 中國製造廠裡面 有這個寧德時代 還有這個叫國什麼 另外好幾家 那就是說完全中國抓 另外你知道 Tesla 除了用寧德時代電池 他依靠他最大的競爭對手 他用 他用比亞迪的刀片電池 所以中國在這個領域裡面 已經完全領先 那再加上這一次 歐洲有一個大的一個關卡要過 全世界都沒有這樣做 可是歐洲已經宣布2035年 已經不要產內燃機的這個汽車 汽油油電車全部淘汰 所以對歐洲車廠來講 你看他還剩下多少年 還剩下十幾年 他要整個的這個 整個整個整個改朝換代啊 也就是說 德國有135年的自車技術 他最厲害的是什麼 內燃機 你誰都照不過他 他的齒輪系統 他的傳動系統 對不起 進入電動車時代 這一切都已經 如幻滅泡影 就將消失於人類的社會裡面了 你知道現在的電動車 完全不一樣概念 我去電動車我去問過 他說我這個車 完全不需要保養 沒有換機油的問題 沒有換什麼電片 沒有換什麼油嘴的問題 什麼都沒有 油心什麼都沒有 空氣心也沒有 他說那我說 那我說我買回去以後怎麼樣 他說買回去你就繼續開啊 他說你都全部省錢 他的那個引擎蓋 你也不能打開的 因為他高壓系統 所以你那個車喔 你會出問題 你就直接進場 你平常你也不需要維修 完全不一樣的系統 他不是燃油引擎 他就是一個馬達 最重要的核心技術是什麼 40%成本來哪裡 在他的電池 所以你掌握不到電池 你還想玩電動車啊 德國人現在心裡面 最欲阻的就是說 玩電動車可是電池技術 不是我在手裡 對 第一次常到核心關鍵技術 常在哪裡手裡 在被中國掌握 那我剛剛講Times 我就有一點疑問說 Times說 中國超越什麼領先 美國汽車 我說這個有沒有有點怪啊 我說美國汽車 美國老早 數十年 從來沒有贏過德國汽車 數十年前 就已經被日本汽車 被韓國汽車打敗了 那超越美國的汽車 有什麼了不起啊 我去中國大陸市場 我最驚奇的一件事 就是居然看到 中國大陸有很多別克 還有凱迪拉克 還有稻奇 他想開大車 我老天啊 這些車美國人都不開了 全世界還有哪一個國家 在開這種這三個牌子的車啊 日本你找不到一輛 韓國也不會有一輛 我台灣也找不到 你台灣你現在看到 有凱迪拉克的車嗎 對不起都在博物館啊 沒有人開這些車 就中國大陸還在用這些 真的開給老美面子啊 當然他有幾款車在大陸 我想因為在大陸 把它升起來 性價比是不錯啦 通通汽車賺不少錢 在中國大陸真的是 哇塞 他應該要感恩戴德了 居然在海外 美國的車在海外 還尋到這樣子的一個春天的 太少啦 所以中國現在讓歐洲人 非常非常少 尤其德國人 真的挫折感很重 因為他是整個拆解完 真的太專業了 我們簡單講 大家聽得懂了 大家都關心說 那性價比怎麼樣呢 他說比亞迪製造成本 就是比Tesla 在上海生產的Model 3 還要低15% 然後呢跟大眾啊 在歐洲生產的新能源車 還要低35% 然後呢 比亞迪75%的零部件都是自產的 我們光用一點來講 就是他的刀片電池 這個電芯成本是5833美元 行業成本最低最低的 你不要再說人家補貼了 人家就是性價比比你高 然後呢比Tesla的 這個電池心呢 還要低55% 對啊 所以Tesla後來就決定 用你們的 比亞迪的刀片電池 這個就是說擺明在哪 當然歐洲的震撼比較大 因為歐洲是2035年 他要進所有的這個油車 所以內燃機的汽車他們 2035年要進 所以他們時間不多了 那他們現有的這個車廠 要趕快轉型 要不然將來沒有辦法 跟中國大陸的競爭 不過這個中國大陸 今天的汽車走到這條路 走到這麼強的競爭力 就跟中國大陸所有的產業 為什麼走到世界上 這樣的怎麼講呢 這樣子的怎麼講 所向無敵 那其實回過頭來 我前一陣子聽一個大陸的 這個經濟學者分析 其實中國本身的市場 就是全世界最殘酷的殺戮市場 中國的電動車市場 在過去十幾年 就是一片殺戮市場 對 那殺的血流成河 所以能夠在中國的這個 這個電動車市場存活下來 那都已經出淚拔萃了 那最殘酷的市場在中國 世界市場比起來算是什麼 算是友善的 所以在最殘酷世界的市場裡面 生存出來的這些 這些拳擊手走到世界這樣子 還是第一名 躺著這麼平的世界市場 那他真的覺得很輕鬆 對 所以現在就是說 西方國家包括美國 德國是認識的比較清楚一點 西方國家美國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為什麼中國大陸競爭力來了 他們在自我欺騙 你看西方人在國會裡面 一進一腳 中國大陸偷我們的技術 中國大陸不遵守 他這個政府胡亂的補貼 他則如何如何 中國大陸都是剽竊 然後怎麼樣 出自濫造 所以核心這個技術 都不是中國大陸的 他也生產不出來 你看他們一講 中國大陸這個產品 然後中國大陸的製造 用這種觀念來做 完全錯誤 完全錯誤 光電動車這個部分 中國大陸現在做的車 你只要去看一下 不但涉及新營 最新的觀念 品質好 然後效能好 成本低 然後行銷 再加上整個的售貨服務 也都好 你怎麼跟中國大陸競爭 這個是這些技術 比如說 我們今天講電池技術 美國說 你中國的電池跟誰學 美國也沒有 偷誰的技術 美國都沒有 你去哪偷 都是中國自己創造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美國人這種 他們這種錯誤的觀念 導致說 他到現在 這種全方位 經貿 跟中國大陸打經貿戰 到現在沒有站上上風 還搞得灰頭土臉 原因就在此 就以電動車這個產品 就看出來了 那你今天這個問M 問界 問界 M7 這劉承東 用了七次遙遙領先 遙遙領先 遙遙領先是什麼 遙遙領先在智能駕駛 跟智能做商 智能駕駛 他說我們根本不靠什麼 不靠這些 這些什麼 靠這種 這種精密地圖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是 綜合大陸這個地方 跟世界完全不一樣 你三年以後 你回去看這個地方 整個面貌完全不一樣 又修了兩條高鐵 又修了幾條高速公路 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自動化駕駛 靠自己本身累積的 不斷在累積的 實際上 電腦實際去行駛以後 把他的資料庫擴大 所以呢 不斷地擴充他的資料庫 以後讓他的怎麼 導航系統 非常非常的精密 他是靠不斷不斷 他不是靠套裝軟體的 去搞你的什麼 什麼Google GPS 他是靠他自己本身 這種智慧化的 累積實地駕駛經驗以後 把你的所有的地形地貌路況 都搞得很清楚 我看了 我看了那個 你看那個在YouTube上 好多年輕人 到年輕人 你在試這部車 試他的智能化駕駛 那這個智能化駕駛 它已經幾乎接近全自動 也就是我今天從蘇花點 我把地點 我把目的地 輸入 這個車子有一直帶我 往那裡跑 然後它還有這種 閃躲的功能 然後很多都是非常自能 所以光這個自動駕駛 中國大陸 像余晨忠 他說搖搖離開 因為這個是華為的 華為的專長 另外一個智能化駕駛 就是萬物互聯 你可以隨時把一個駕駛 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你的創作中心 變成一個你什麼 會議中心 變成一個遊戲空間 或變成什麼 整個的一個 這個整個跟外界 這個都互聯在一起 行動辦公室 行動辦公室 行動指揮中心 行動這個工作室 全部都包括在裡面 沒錯 所以這種 這種方面就是 華為今天在領先的部分 美國坐車的部分 跟坐這個 汽車所謂的 這個智能的 就是智能化 汽車駕駛 自動化這樣 它是不是同一家 不是同一家 基本上它的整合 就怎麼樣 就比較難 那這些部分 我覺得就跟你當時 你這個 Android系統 出來以後 它就一統江山 比如說你在錄影機 錄影機技術是一樣 我們上個世紀的 錄影機大家都曉得 最後就變成Vita跟VHS 兩個系統 那誰先掌握 在這個好 亂世中 誰先找到一個最好的 formula 找出最好的 誰將來就是直視界牛 所以華為在這 遙遙領先 遙遙領先 這個是讓整個比較在狀況內的 德國汽車界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擔憂 對啊 所以他們現在回過來 像BMW就已經跟這個長城合作 在生產要回到英國去生產什麼 迷你這個汽車 那長城給它什麼 長城給它的是技術啊 對不對 給它的是技術啊 很多這些技術 所以電池方面你看那個英國的那個 貿易大全 貿易大全 他就特別講 他不會排斥中國的電池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 他如果排斥的話 這個MINI這個車啊 基本上 他這生產整個製造就會出問題 所以他是會自己講話 所以我覺得 今天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汽車業走向世界 今年是賣了324萬嘛 到324萬輛整個出口嘛 然後日本是 302我記得 已經贏了22萬輛 這不是小數目 然後很多說 今年一定賣400萬輛 我看絕對超過400萬 超過啦 絕對超過 去年賣了331萬輛嘛 所以這個 這個增速非常的快 那這裡面 是靠什麼 靠硬底之功夫 對 而不是僥倖 完全不是靠僥倖 我們今天看比亞迪 比亞迪還不是最大的出口 對啊 比亞迪不是最大的出口 他是技能車的 可是問題就變成 中國的整體出口汽車裡面 25% 是什麼 是電動車 對 中國本土的汽車銷售 也有25% 是電動車 那這個電動車 在照樣是一個 還是在中國市場 還是一個最嚴酷 最殘酷的一個殺戮戰場 情況之下 我覺得 只能做高價位的德國汽車 在基建上還能夠 性能上還能夠 中國大陸還可以 一頂下面 可是他們成本做不下來 是 那就不像比亞迪 他今年要達到一個什麼位 什麼一個位置呢 他說他要做全價位的車 從10萬人民幣 到100萬人民幣 他全部做 對不起 德國車就是做不下60萬人民幣 對 都是有高端 他怎麼做他就是 因為他成本降不下來 對 然後他做這種 他就做不過中國車 所以他有很大一塊的市場 永遠沒有辦法跟中國大陸競爭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當初也很難想像 中國的汽車會在這個 短短兩年間 就迸發為世界第一 後來整個 回過頭研究 原來 已經在一個最嚴酷殺戮戰場 已經競爭十幾二十年了 對 現在一出江湖 馬上就一統江湖了 是 在比亞迪這個 來展出的時候 所有日本人 都在想這一件事情 我們稱霸世界這麼久 為什麼在這一局當中 我們輸了 那既然輸 我們要輸多久 我們能不能夠很快的搬回來 但問題是 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只是比亞迪 一個這個產業的實力而已 其實還有一整個政府 政策的一個配合 我們看到日本的充電裝 太少 有沒有 這個東西你恐怕沒有辦法靠一家 靠一家公司 因為你充電裝 我們看到有一個政府政策的支持 拉線等等 它可能會佔用馬路等等 所以都需要一些政府政策上的支持 但大陸這個是寫到國家計劃裡面 日本的本土品牌 都很喜歡用自己的日本車 但是就算是大品牌 風田這些 他們的電動車賣的都很少 就是因為充電不方便 這個致命的原因 所以比亞迪進去 有戲嗎 比亞迪能夠佔領 當然不要說佔領了 能夠在日本賣得動嗎 充電裝這麼少 這個恐怕是最大的一個致命點 那今年第一度大陸汽車的出口量 99.4萬輛 日本是95.4萬輛 這個季度已經落後中國大陸 當然這個數字 我們看到也是有不同的計算方式 有的是說差一點點 年底一定會達到 有的說早就達標了 早就達標了 謙虛一點是這樣講 差一點點 但是看起來今年無論如何 會超越各式各樣的計算方式 都是中國會是第一名 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實際上借大使來談一下 你先從比亞迪開始談起好了 你覺得日本跟美國 看到了比亞迪的優勢 當然各式各樣的討論 論文報告 各種你覺得日本跟美國跟得上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競賽 它的關鍵在電池 電池技術誰突破 誰比如說它體積小 它的這個 所以它的適用場域長 地方長 有的電池在熱帶 它可以用跑到寒帶 它就出問題了 所以說在寒帶 它充電很慢 到熱帶充電很快 它有很多的問題 現在這個關鍵在地區 就在電池 現在中國大陸兩大廠商 一個就是寧德時代 一個就是比亞迪 電池都是領先的 很多他們的電池都是 像Tesla 就是在用中國的電池 他向比亞迪買電池 所以我覺得這個競賽是 關鍵在科技 而且它的換代會很快 換代會非常的快 就跟我們手機一樣 手機在短短時間 我們就看了 從這個傳統的這種 這個所謂的 座機通電有限的 一下變成Motorola Motorola一下 它沒有把手機 變成一個什麼 智慧 智慧裝置 因為現在手機 除了打電話以外 我們打電話是其次 其他都是裝智慧裝置 所以智慧手機 它沒有轉過來 也過去了 問一下介大師 你覺得不管是日本也好 德國也好 美國也好 在電動車的這塊 犯了哪些錯誤 所以到今天 慘述比亞迪 我覺得他們就是 全面改換電動車 這個速度太慢 日本這個Torota 它去年賣了1000多 製造1000多萬兩車 電動車不到4萬台 對 那個比例太低了 但聽說他們的內部 在幾年前 有過一番很激烈的爭辯 要不要去做電動車 但是後來因為很多很多原因 因為坐電動車 幾乎你的很多的機器 設備 全部要重弄 第一個是很大的一筆投資 第二個人才跟不跟得上 在很多很多的考慮 再加上自我感覺良好 我已經是第一名了 我為什麼還要再這樣做 所以這個判斷力很重要 他們看到德國也很慢 看到美國也很慢 他們忘記中國很快 所以他們沒有想到中國這麼快 而且一出來 一出了這個中國國境 這如此的 一出就是王炸 一出就王炸 這個品質這麼高 所以我不是講說 我說中國的所有汽車 已經在全世界最嚴苛的一個市場 就是中國汽車市場 已經勝出了 它就是世界最嚴苛市場出來 出來世界以後 他覺得還很好打 怎麼這些對手都這麼弱 因為中國市場非常殘忍 中國市場是一個殺戮戰場 大家現在只知道說 什麼BRD 什麼什麼這幾家 其實好多家 但是不成功的都掛了 倒了非常多的家 而且還有很多汽車墳場 那個我看了 那個英國BBC拍的 那個廢車是滿山滿谷 他們就說 這個車就是用來騙補助款 賣不掉的 賣不掉 然後他用什麼呢 他後來就賣給出租公司 自己的出租公司 自己製造自己出租公司 他把補助款拿到 事實上比他的生產的成本還高 比如說這個車生產門本 8萬塊 他補助款拿到了10萬 結果他就製造出來說 我已經賣掉了賣給誰 賣給自己開的一個租認廠 結果那個租認廠 那個車根本有問題 那個租認廠就把它全部停在那裡 也不是租車市場 他就拿補助金 他就賺了一票就跑 這是BBC介紹的一個故事 在中國大陸 有這種事情 可是也有認真在這邊做 比如說魏小鵬 魏未來 這個小鵬汽車這幾輛 還有比亞迪 抓到了這個 這一個大環境後 就出現了 比亞迪是其中的佼佼者 所以比亞迪現在也被 也被視為中國大陸一種精神的象徵 因為你看他這個王船府 一路奮鬥的過程 就是很堅持 他從來沒有放棄過 他都是去挑戰最難的 然後專注在本業當中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他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也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